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好人卡的股票 也就是说 对 它的本益比OS 永远不会超过十倍 就它每一年 其实都可以赚到 六到七块钱 可是它就是股价 就是始终上不了八十 那后来稍微 多一点点的时候 大概一百块也顶天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以它今年的 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突然之间就飞向过河 然后已经来到了两百多块 你就熊熊一看的话 这个已经是两百多块的股票 那我想这个对它来讲 是有一个很阶段性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用到 所谓的探针卡 就是在整个半导体测试的 一个过程中 我们要把这个探针卡 插进去之后 透过这样电源的输入 我们看看能不能导电 然后来去做所谓的晶片 到底是这个在整个 粮规上面来讲的话 是不是合规 然后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的话 有25亿的一个美元 但是问题是 全世界有很多家在做 那每一个的探针的间距不同 就是涉及到它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技术层次也不同 然后探针基本上是分成两大块 一个是CPC 一个是VPC 那CPC的一个部分 是悬臂式的一个探针卡 然后VPC的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垂直整合式的 那这两个东西 基本上往昔早期都有在做 但是现在就是说 为什么早期在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股价的本益比 不会超过10倍 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 挤进全球前十代 对 然后2008年开始的时候 它就是默默的开始一直做 经过了14年的时间 在2022年的时候 它正式的开始 已经挤到了第五名 然后而且甚至还做五万四 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就是2022年开始之后 它的一个股价 才正式的突破10倍的一个本益比 所以是这样 就是市场上 因为你的市占率 跟你的一个市场领先性 大家给予你不同的一个 PE ratio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回头再来去看一下 因为它在做的过程中很辛苦 早期是一个 只有6000万公司的一个小公司 资本额 然后慢慢慢慢的开始去扩产 然后之后找到了 IC设计的一些公司 然后之后就开始 但它中间有做过一些 错误的一个行业 比如说它去做了一些 你看到的太阳能 那这一块后来 它就整个打包卖掉 因为那个拼不过 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红海 但是未来它的一个成长契机 第一个当然是车用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危机电MEMS 现在有很多东西 半导体也好 或者是你看到小型的一个装置 都要用到MEMS的一个部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Micro ED 这样的一个测试 那那个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所以这个也是它的利基 那现在我们回头再去看一下 整个在探针的这个产业里面 相对的一些股价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旺系的一个部分 我刚刚有说过 今年一整年下来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稳健 基本上都没有大跌过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尹薇 尹薇其实是还有跌过的 然后它的获利有曾经腰斩过 然后之后才慢慢上去 这一步上去后来 是因为拜AI之词 而且是投信一直在买 事实上它赚的钱 跟旺系差不多 可是它的本益比非常高 因为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的股价是800多 800多块 是它的四倍 它们两个其实赚钱赚的差不多 那就是因为它号称说 它有做到比如说AI相关的 但是这个就是稳稳的 就是这样子慢慢默默的 默默的一个跟语 所以如果说就投资的一个角度来讲 当然还是旺系相对来讲 是比较安全 那至于另外一家公司叫中探浙 那这个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度红过 但是因为它其实未来成长的利息 是在充电庄 可是充电庄这一块的话 目前营收还没起来 所以它股价就相对比较落实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关注的是 每一次美国联准会进入这个降息周期 黄金都是上涨的 所以现在金价的部分 在明年2024年也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关心 谢谢大家